今天的娛樂CSIS繼續跟大家更新 關於劉家輝師傅的情況 之前說他入住了護老院 說他的前妻和兩個兒子經常去問他拿錢 就著這件事,其實他前妻已經發出聲明 說跟劉家輝師傅的確是分開了 但依然都非常關心對方,希望他早點康復 而他的兒子絕對沒有問他拿錢 千萬不要影響他們的聲譽感 就著這件事,劉家輝師傅首次和雜誌做了一個訪問 說出了這件事的真相 究竟是關於什麼呢? 不齊娛樂CSIS 之前我們都說了,劉家輝師傅在去年9月 在Bang房中中風而且入院 中風之後令家輝師傅半身不遂 由於他整個人生裏面都沒有打明星 很難令他接受自己行不到 所以在那段時間裏面,他放棄接受這個治療 令到情況非常之惡劣 幸好身邊有很多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他現在已經接受這個治療 亦都離開了醫院,住在安老院裏面 其實之前就說到,他有個前妻是泰國籍 亦都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之前有雜誌就說這個泰國籍的前妻 經常問他拿這個善養費和家用 但當時劉師傅根本就是留在醫院那裡 沒有賺錢的能力 但依然要求他拿這個善養費 亦都經常叫兒子去探望他 跟他問他拿錢 亦都希望家輝師傅 將他旗下的物業轉債給兒子 這件事就出了街之後 這位泰籍的前妻就跟這個雜誌做了一個訪問 就說他絕對沒有問家輝師傅拿錢 而且亦都沒有要他所有的物業 他說他兒子和女兒依然都是非常關心他的爸爸 亦都有定時去看他 自從這件事就公開了之後 家輝師傅是完全沒有做過任何回應 他現在就在這個療養院裡面 據知情人士說 他入到這個療養院是因為他的姐姐安排他入住 而且入到這個療養院之後 其實他的兒子有嘗試過去探望他 但是家輝師傅就應一個律師的邀請 寫了一封信 他就說是不想他兒子和前妻去探望他 而這一封信是律師信 亦都交了給療養院的院長 所以就算兒子多想去探望他爸爸 他都不能夠見到他 記者覺得有點奇怪 所以去到療養院找家輝師傅 首先替他開心的就是家輝師傅終於可以走 由於他不停努力做針灸和物理治療 所以現在真的可以走幾步 而且精神非常之好 記者跟他聊天的時候 之前家輝師傅說話都不清楚 不過現在可以很明確地說到幾個字 所以記者是可以跟他做到訪問的 記者就是問他他泰籍的前妻是否經常來問他拿錢 他說是的 而是否教唆他的兒子經常想蓋他的物業 他說是的 他說之前泰國籍的前妻想送他去泰國照顧他 加輝師傅很大反應就說不去不去 怎麼都不會去的 也都有人知道他兒子去探過他 但他是沒有見他的 他就說是 這個是他自己的意願來的 也有說他的前妻經常問他拿這個善養費 就算他現在沒有錢都好 經常都要供著他 就希望他把所有的錢給他 他都承認是是的 跟著加輝師傅就沒有再接受任何的訪問 他要休息一下 不過記者連日來在這個療養院那裡 也都發現有一天 他的兒子是帶同另外一間雜誌社的記者 去到療養院那裡就說要探加輝師傅 但是院長就跟他說 由於你爸爸是寫一封律師信說不想見到你 所以我們是沒有辦法讓你進去的 他的兒子也都說他真的很想見到爸爸 假裝很可憐的樣子 但院長就說如果你真的擔心你爸爸的話 就不會一來到就說要見你爸爸 你會問他吃得好不好 睡得好不好 又或者你可以寫一張慧問卡 寫下我幫你交給他 等他的意願是想見你的時候 我才會安排你見他 由於擾讓了很久 警察也都到場 警察就說他已經寫了不肯見你 而且是律師信 所以你現在是沒有辦法見到你爸爸的 就算你帶了記者來都一樣無用 記者連日來見到他的兒子 真的只有那次帶了記者上去 才是探望他爸爸的 其他都很少見到他的兒子的 既然嘉輝師傅都這麼清醒 跟記者說他的確不想見到他們 也都因為他們經常問他拿錢 看來嘉輝師傅說的話才可信 說那麼久是時候白駐公投 今天白駐公投的題目 想問一下你 如果你是嘉輝師傅的話 你又會不會見你的兒子呢? 我會把你的意見去到白駐娛樂的網站 Kickup討論區把你的意見發表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